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第三节的万物总人节目 大家看第二节的时候可能觉得有点奇怪 为什么无端端后来没了 其实原来就是一个 技术上的失误 所以中间断了 既然是这样 不如多开一节 第三节 才讲另外两位球员 究竟是哪两个 还有大巴点看他们是否能够 在坦克的调校之下成为社交球员 另外也是想提醒大家 Ian仔应该在活动台 做了一条影片 跟大家分享他看完清联粥总盃的感受 大家可以看 继续讲另外两位球员 好 下一个了 福仔 这个是除了这一段的报道 这一段的系列的报道 之前已经一早提醒了 Tank Tank对福仔很有兴趣 觉得他能够调价成华世交球员 说真的 在这一两季 在这个欧国杯之前 我对这一件事都极度有信心 但是欧国杯之后 几个一件事 第一件事真的好 好像有些朋友说 他都踢到残了 再加上 做完手术之后 出来又拿不回信心 但是 最惨的一件事就是 他真的好像 只得福一招 他真的好像 在提升的期间 不可以令到自己 那个变化比较大 我不知道是否对 但是我自己很深信 所有年青球员 如果当你慢慢成长的时候 都只得一招的话 你很难成功 不敢说没有 一说这一句 那些人就会拿诺斌出来说 但是有多少个诺斌呢 在这个足球世界上高 说真的 强于斯朗强于美斯 其实在他们的 一路成长一路打法上高 都有变化 也 未必就是得一招 因为得一招在世界球团 是很难很难 长远地立足 甚至乎成为世界级球员 所以 我觉得 福仔 我相信一定会跟他聊天 长谈 亦 一定会给予一个很 很详细的想法 因为我相信 始终 福仔在曼联里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因为他清分出身 由MBE 在球会方面 是喜欢得他很重要的 亦不少的曼联球迷 是很难想象福仔 代表其他球会上阵的 福仔自己也曾经说过这句话 OK 搞清楚 他不能够想象 不代表不会发生的 但是我都觉得 福仔 以我估计 他能够留在曼联 只要有成功的机会 他见到的话 他都会留下的 这是我自己个人的感觉 所以就真的要看 这个 例如新早 Tankhack的功力是要看 但是新早本身的条件 是好一点 Ellinger 他自己个人 本身的条件 就真是贵的 所以 就算Tankhack来到 也未必得 而福仔 就刚刚夹了 他们两个的中间 即是说 其实我觉得他能不能够 在经Tankhack的调校之下 成为社交球员 我自己觉得是50-50 因为他的确有些特质 是可造之材 但是 他在这个自己的特质之中 是可不可以做到一些变化出来 说真的 就算我当他只是速度快 其实速度快 都可以有不同的做法 就不是自己打算冲进去 其实我觉得 有些朋友 如果比较负面 福仔 就是他英雄主义 要自己搞定 扭几个 但如果你从正面来看 他就有这个承担感 我觉得我真的要 尽力一些 或者超越自己的能力 去帮助球队 进入球 所以 其实 这些想法 其实是 一线之差 如果坦克把他这个扭到他的想法 令到他的态度上有少少改变 其实就 或者就算不需要改变 但是 可以怎么好地运用他这个态度 其实就是他不能够成功之道 能不能够成为世界级球员 都是 这一件事非常容易 所以 他来到 重点会 招呼 福仔 我相信 都会 很大机会见到 尽管 看看 是否真的会见到这个状态 第四个 提及的球员 就是麦汤 很多朋友 会说 麦汤 你要中立点说 你不要偏心 因为 听了久的朋友都知道 麦汤 我自己 他最初在摩尼奴年代 彈起的时候 我很喜欢这个球员 为什么 特别有感觉的原因 就是因为 我从他U队 我看得最多U队的时期 就是麦汤 最多U队的时期 所以我对他有特别的感情 但是 老实实 如果比起 白拉人凹审 我 始终 白拉人凹审 是我最喜欢的球员 麦汤 都是 差一桶 老实 都是差一桶 但是 在近期的清分上来的球员来说 的确跟他有些 有些 有些渊源 因为我看得多 但是 上一届 尤其是下半季 蓝力黑的时代 其实坦白 我都不得不 说一句 他真是踢到不知所为 其实我自己觉得 对他有些失望的原因 就是 因为他本身 踢开这个 甚至乎 偏向攻中的位置 他现在 转型踢一个防中的位置 其实就有一个优势 因为你本身踢开攻中 所以你应该比较 清楚知道进攻球员的想法 以及位置 其位 但是 暂时来说 他在姿势 或者预判对手的 来攻的时候 的路向 其实我都真的觉得 他真是比我想象中 或者比我的 期当中 是差的 很简单的 你只是把他和 废特 不要跟马迪比 不要跟我说 麦多和马迪有得比较 千万不要这么说 大家都明白 不能比较 但是就算和废特相对来说 其实废特在我刚才所说 预计对方 进攻的路线 从而取得 Interception 拦到 成功地 截倒 和可以控制到对方的球 都是比麦汤强的 反而 其实 麦菲特 打得最好那段 就是 废特去判断这些事情 而令到对手有失误 而麦汤强回那些球 当时来说 他们打得最好就是 一个这样的配搭 所以在防守方面 就靠 Frett 到处去养 令到对手 失误 而麦汤强回那些球 再向前 当然 就算做到这个动作 无论是 Frett 即是麦汤 或者是Frett 也好 在把球运去前面的时候 都会有很多阻滞 或者攻力 不是那么强 所以 老老实实 以 今天这一节 讲的四个球员来说 要麦汤成为世界球员 难度是最高的 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 他本身踢现在中场的位置的潜质 比其他三位球员踢前锋的潜质 或者易锋 或者进攻的中场 本身的潜质是比较少 说真的 第二 就是他年纪亦相对来说 大一点 所以 要进步 真的不容易 但是麦汤 始终有一个优势 就是 他的决心很大 当然 在这半季的麦汤 连决心也没有了 所以踢到不知所为 就是这样 但是他之前 我认识他 无论是 他在 U队的年代 或者最初 摩尼奴提升 他之后的年代 甚至在 苏诗一查 前半部的年代 其实他是最有 最深或者最有 很狠去卖力的一位球员 可能因为很多不同的原因 他刚刚过了一年半载 这件事都没有了 但是我相信 阿坦克来到 你听了 昨天 或者今早那一节 我们 估计 阿坦克来到的状态 或者 令到球队的氛围的改变 我相信 会令到麦汤 有一个改变 有一个提升 又或者回到 初心 或者这样 好了 最重要 他能不能够成为世界各球员 就是看看 阿坦克将会教他的东西 他可以接收到多少 以及可以消化到多少 而在球场上 表现出来 据我认知 麦汤也是一个 有脑袋的球员 即是个人 确实是肯思考一下 但是 你肯思考 以及你思考到 程度去到哪里 你怎样可以消化了一些东西 而表现出来 消化了之后 令到变成你自己 的一部分 这个就是 最难做到的东西 我真的不懂麦汤 如果我有机会 和麦汤谈过几次 可能我会 预计得更加多 但是现在可惜不是 所以就预计不了 所以 就尽管看看他的做法 所以呢 这一次 就是以上 我对那四位球员 究竟 有没有经过 听说的调教之后 能有能力 成为这个 社会球员的一些想法 那么这次就来这里了 多谢各位的收听收看 希望你们都留言说一下 你们几样东西的 第一 你们觉得 听说有没有能力 将我们的球员 调教成为世界级 如果有的话 哪几个 是不是这四个 还是另有人选 OK 今次来这里 多谢各位新的收听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